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從小的時候我媽媽就把我長期的放在我舅舅家 我爸爸媽媽的感情是非常的不好 我媽媽印象中多次的離家出走 他們最後是李毅 之前就說我很調皮 那看我的同學的很著急的樣子 我就非常的開心 我曾經就把別人的書包藏在天花板上 然後看他著急我就很開心 但後來就是東川事發之後 沒有人願意跟我分組 因為我們建築常常需要分組報告 所以有專二到專四很長一段時間 是我自己做報告 四年級的時候 就是暑假作業是可以去找隔壁班的 那時候我就有機會我就是去隔壁班 去隨便找一個人加入那一組 那其中有一個同學 就是基督徒 他就帶我信主這樣子 感謝神他興起很多 媽媽奶奶關心我這樣子 所以我很喜歡下課時間去教會這樣子 因為不管是在家裡或在學校 我就覺得不好 我就喜歡來教會這樣子 大家好 我叫周高宇鎮 就是我生長在一個還蠻幸福的家庭裡面 我的父母都很民主 不會給我太多太高的要求 也不會很嚴格 然後我是從國中開始進入教會的 我國中的時候有得到肺炎 然後那一次也意外得知我一個先天性的血管疾病 然後那疾病就是說我的血液只會在左腳和右腳流動 就不會流到心臟 所以就是醫生告訴我 就是說要裝指甲就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可是那個指甲其實一隻不便宜 可是就是有些人要裝兩隻我就要裝一隻 可是不是只有裝指甲而已 還要吃一個叫抗凝血劑的藥 可是我很感謝神 我那個藥就是吃藥 熟久大概吃了十個月吧 就結束了 有些人甚至要吃更久 到高中的時候 我覺得在班上那個環境非常棒 就是別人不會因為我的個性 不會因為我緊張 我害羞就怎麼樣 他們還是很接納我 我真的覺得很感謝上帝所做的 我覺得我是從大學之後 神開始恢復我的自我形象 他讓我知道我其實是可以做我自己的 我是被接納這樣子 他讓我知道我們只要相信自己是值得被愛的 並不是因為我們有多少能力 我們才值得受到他們的歡迎 對就是我們大學體育課是桌球嘛 然後老師每一週課堂就會叫我們要由小組競賽 然後那個競賽很簡單 就是說兩兩來回打球 然後只要不要成為球數最少哪一組就可以了 可是就是一開始我到了場上我就很緊張 就是我們彼此都接不到對方發了球 然後就零分收場這樣子 可是後來又到了某一次大概兩個禮拜之後吧 又要再進行相同的小組競賽 再上去其實我還是很緊張 我的手跟腳都在抖 但是我那時候就在場上我其實就閉眼睛禱告 我一禱告完之後就開始跟同學開始繼續打球嘛 結果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們連續來會打了五球 就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對 就是我覺得神他常常會給我一些安慰 他甚至用經文安慰我 耶利米書33章3節 就是你求告我就應允你 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事只是給你 然後第二個經文是 就是沙加利亞書4章6節 就是萬鈞之耶華說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 哪是倚靠我的領方的程式 就是我很感謝神 就是一路上帶領我 好這是我國小的時候 就是這是五六年級的時候 五六年級的時候 我非常喜歡打架 就是也就是很常跑訓導處 小時候的時候就沒有什麼興趣啊 沒有什麼目標 男生啊都是會聚在一起 看誰不順眼就會全部人打打一個人 對就這樣 放學回家就是直接坐在那邊玩電腦 然後或是跟那些不好的同學出去玩 可是到了高二 不是國二 國二的時候呢 我被謝斯文帶來教會 人生中有很大的轉折點 也是因為這一點 我與之前那些很混的那些不好的朋友 就斷絕往來 我覺得是不好的 好 高二的時候的營會 我牧師啊還有師母來 在台前做禱告 那時候就感覺有被神觸摸 然後第一次就是爆哭啦 對 然後由大二到最尾端的時候 就是神的安排 讓我遇見了禦爐 就是因為認識他 所以我在屬靈的方面有更加的進步啊 這是我服兵印的時候 我要向高三局目 我的幫助從何來 我的幫助創造天地耶和華爾來 對這就是 我在這軍中最大的幫助 然後那時候一心想要回台北做服役 想要回來教會聚會 那時候也是 神給我一個很大的勇氣 讓我去做傳福音的動作 因為我發現 不只我在半夜裡哭 然後發現我的隔壁鄰居啊 他也在哭 然後我就鼓起勇氣跟他說 我們一起禱告好不好 那個 我知道你也就是 他說他也想回台北 我說好 那我一起跟你做禱告的動作 然後我就一直對他傳福音 大家好 我是玉如 以前的個性跟現在其實差很多 就是以前比較內向比較害羞 我不太喜歡跟別人講話 因為我對自己很沒有自信 到國中的時候 就其實我爸爸很很愛逼迫我們來教會 但是我很不喜歡 就當時候我其實很叛逆 我很討厭來教會 因為 因為我很討厭跟別人講話啊 常常會 就是聚會的時候躲到圖書館 然後可能等中午阿彥宴再過來 然後自己下班再趕快走 因為就是為了給我爸交代說 欸我有來教會 只是去吃飯而已 沒有想到說 我去營會之後 我就 我的人生就從此 被神大大的改變 然後之後就 接到了很多的服飾 那其實 服飾對我最大的恐懼跟挑戰就是 我要去主動跟別人講話 但是我就是一直不斷的神 就是一直帶領我 然後不斷的一直裝備我更新我 所以我成長了很多 學會用神的眼光去看待我自己 我因為經歷過神 所以我希望把我自己 經歷到神或是很多的祝福啊 希望可以分享給我朋友 所以我鼓起了勇氣 我帶了很多的朋友來到教會 所以當時候班上很多的 就是可能基督徒啊 或是木道友 或是一些天主教徒 他們就有看到我 謝飯禱告 所以他們就也願意 就是每個中午啊 就是在班上 就是我們願意去分別出來 去一起聚在一起禱告 然後並成立這個社團 就這裡面其實很多就是說什麼 好久沒有聚聚要持續禱告 或是一些鼓勵的經文 所以那時候其實還蠻感謝神 那之後就是有接到高中的服飾啊 雖然一開始過程很挫折 因為要跟那些新一代的高中生 就是其實都有代溝 就是真的要用神很大的愛 很大的包容去包容他們 去接納他們 然後其實我也學到很多 就是我小時候我的印象 就是我人生就會 就是到目前為止我都覺得 我好像一直都在做錯的事情 我小時候 我一直有印象 我爸媽一直其實 他們一直教到我很正確的觀念 我一直知道他們 就是我父母一直把我教得很好 但我一直會做錯的事情 然後小時候我一直 一樣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很喜歡偷東西 然後小時候也很常說謊 就是我覺得這對我來說 是一件很嚴重 而且很非常不好的事情 就是我已經習慣到說 我跟別人說什麼 我就說我都下意識說 沒有這種事 就是這一直在我新主之前 我就一直覺得 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這樣 那在那個時候 在國二國三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有得勝者的課程 然後那個時候 我覺得很幸運 我能來到這教會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 我現在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這覺得很恐怖這樣 在那個時候 因為青少年 我們一定會遇到很多什麼 賀爾蒙作祟啊 我們自己 其實也會想很多 負面思想啊 或是我們在做事的時候 很容易 因著情緒而去做這樣 在那個時候 其實俊雄哥一直很辛苦的去拉拔我們 一直跟我們說 我們應該怎麼做 我們在神裡面 我們應該怎麼樣去服侍我們自己 接著去讀了五專這樣 在林口行無可大 那在那邊其實 我一樣繼續在那邊做錯的事情 就是在當時我在高中的時候 認識一個女生 在過一陣子之後 我接到一通電話 然後就一個男生打電話 到我的手機裡面 然後很兇花跟我說 欸你是李正彥嗎 我說我是這樣 然後那是那個女生的男生朋友這樣 然後 他就是有在外面混過這樣 然後 他就揚言要說 就是 就是我們出來瞧一瞧這樣 身體一直在抖 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跟他赴約之後 我可能永遠都不在這個世界上 我一直很 很不敢面對 我也不敢面對教會 我也不敢面對我神 我也不敢面對每一個人這樣 然後在當時我連學校我也不敢去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害怕 我不知道去了會不會 哪天突然有一個人就拿一把刀 然後捅我 然後我就上新聞 為什麼我今天會敢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覺得 神應該要我放下這件事情 我應該坦然的對每一個人說 這件事情的警惕心 在前年抽到在生日的禁聞卡獎 我想跟大家說 就是 這是羅馬書十二章的十二節 在指望中要喜樂 在患難中要忍耐 禱告要恨切 當我抽到這個禁聞的時候 從那一天的晚上開始 我一直到現在 我一直都每天晚上都在禱告 我覺得 我前面的人生是一個很 應該都超低 低慘的 就非常低的 現在應該是我跟 這兩三年應該是 我跟神最靠近的時刻 也是我覺得 我目前為止 生活最好的時刻 但是在之前是 我覺得是 就是一團亂七八糟 我有一個大我三歲的哥哥 然後有一個小我六歲的弟弟 但他們都非常優秀 就是我哥他念完書 然後他就工作 工作完以後他就覺得他不要 他想要去國外生活 所以他就離職了 就去國外申請學校 然後就去國外找工作 那前幾天他回來 他現在已經要移民去紐西蘭了 然後我弟 我弟也是一個很優秀 就是他也是高材生 就是他都念中正啊 然後再來念清華 然後他現在去德國 去交換學生 那我呢 我就是以前念書呢 也是 就前幾名的 就是還不錯 就是 但是呢 但是呢是倒數的 就是我的成績是 班上很後面的那種 雖然我現在大家都覺得很棒 就很驕傲 有我有這樣的哥哥跟弟弟 然後我很以他們為榮 但是小時候我其實是很自卑的 在來教會之前是很低的 大家那個起起伏伏有沒有 我是一直都滴滴滴滴滴 然後到教會稍微高一點這樣子 我幼稚園是 是我覺得如果有投影片的話 我應該會打三個字 叫恐怖片 比如說我 假設好了上 就是遇到 走廊上遇到老師 然後我就會微笑這樣點頭一下 然後中午了 老師就會叫幾個同學 叫到教室去 然後就叫小朋友說 欸你們過來 然後我們就不知道要幹嘛 後來老師就直接開始穿針 然後就頂頂我們嘴巴說 為什麼不說老師好呢 你如果都不要說老師好 那我就把你嘴巴縫起來啊 什麼之類的 或是我們中午不睡覺 然後老師又說 好啊那小朋友 既然不要睡覺 你們那麼愛講話 那我們就把嘴巴髒到最大 然後我們大概有一個小時 快一個小時的時間 嘴巴都髒到最大 然後滿滿的口水這樣子 可能導致我後來 我就是看到老師 我就是有點緊張 到了國中的時候 老師就會很興奮 就跟別的老師 就好像說 欸你看她就是誰誰誰的妹妹 結果我當時是沒有自己的名字 三年都沒有 結果她是誰誰誰的妹妹 念初十一一路都這樣 然後高中 我剛聽到大家高中 也很有意思 就是頂多可能你知道 比較混一點或幹嘛 我們的高中又更爛了 就是大家在上課 然後底下人可能在吃泡麵 看漫畫或幹嘛 然後我大學時期 快要畢業前 我就找了一份打工 那個打工叫做打電話 那應該是我低潮到爆炸的時期 那這麼低潮的時間 當我遇到凱琳 是凱琳她帶我來教會的 就因為當時的店訪打工 是早上十點就可以開始打 十點到晚上十點 我是瘋子 我是這樣上到十點 上到十點 上到十點 我連六日都上到十點 所以我等於是一直沒有休息的 然後凱琳就每天在我旁邊 魔影傳討 然後就叫我來禮拜六的活動 然後因為她有很多服飾 所以她就會來找我幫她的 幫忙她的服飾 然後一直到後來 開始有在教會服飾 我也是覺得非常的特別 因為我從來都不覺得 我是會被別人找去做什麼事的 或被別人去詢問我什麼意見的 因為那個自我形象低落到一個不行 那當然後來 後來我離開了那份工作 我另外去找了工作 這當中還有發生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個的空窗期 全部都是趙燕姐當時在陪我的 再到後面 我現在開始工作了 然後我另外有莉莉姐 那也是她 在我很多人生方面的一些問題 或困難我會詢問她 所以我能夠到現在這樣子 其實是很多人一直陪 一直陪出來的 就是不然我也 可能也會很墮落吧我想 我本來沒有打算要講了 可是我實在聽得太感動了 我真的覺得每一個人的故事 你們都可以打開在人的面前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很不容易的 我覺得福音就是這樣 就是你不用講別的 就是你講你的故事 還有神怎麼介入你的生命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最感動人的 你有沒有發現聽完他們的故事 其實就更了解他們 其實也更愛他們對不對 如果你們可以聽到你 就這樣看得到 你看得到 我記得這個故事 你也會聽到